今天呢由我們VNews主辦的 你是我的王妃蕭敬騰追新聞的一個活動當中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蕭姐盡心挑選出來的三位歌迷 其中的第一位是小侯爺 他是那個蕭敬騰支持超全台灣排名第一名的歌迷啊 哦真的嗎 嗯 然後第二位同樣也是名列第一名的 Youcha 聽說他剛剛才結束八大娛樂百分百的錄影 就馬上追著殺過來了 哇真的是很不容易 再來第三位同樣是 艾蕭敬騰全部排第一名的 靜蝶蝶 補充一下喔 他從屏東上來的 今天翹了一堂課 明天還要再回去上課 趕快說服他 他媽媽也在現場 跟他說明天請假好了 欸 啊 翹了 不要常常 經驗其實也不常 對 原因是就是跟老師講說 老師我是為了消極你們的俏可 好那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我們可愛的甄蜜 今年最大的目標還有哪一些 最大的目標 那其實除了希望自己的新專輯能夠成績不錯 另外就是今年年底的演唱會 希望可以很順利 這樣子嗎 是的 今年啊比如我今年 是是是是是 好那第二個呢我想問一下喔 通常呢 呃我知道你工作也很嗎 那我想問一下 哎呀別哭到我看你了 你這樣多害羞 想請問一下 像說你這樣平常工作這麼忙啊 嗯 而且你還要 你現在還有在上課嗎 有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通常在工作之後 或是下課之後 你最想要去 最想去的地方 會是哪一個 回家吧 就回家嗎 回家 抱著回嗎 對 因為其實工作 工作完已經可能很晚了 那上課其實也用了很多的精神 那所以這些東西結束之後 當然還是希望可以回到自己家裡 然後最放鬆的地方 可以進去 這樣子喔 好的 那接下來我想問 通常你在螢幕上啊 我相信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的人啊 事物都會讓你很開心 那你可以到什麼樣的事情 或是什麼樣的人 或是怎樣的事 你是最開心的 我覺得開心 除了這些人事物以外 但周圍的氣氛 周圍的氣氛很重要 那我覺得整個過程 就是 對我喜歡這種 這種就是快樂的一些氣氛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從你去 甚至說從你到 從星光到現在 這麼長的一段路程來講 我相信很多事情 也會讓你非常的 懷念跟回憶 那 你可不可以舉例出 一兩個 你覺得 最懷念的事 時光 或是事情 會是在什麼時候 最懷念 最懷念 是 最懷念 應該是 可能就是 星光大道吧 那時候 因為第一次登台 那再來就是 第一次看自己在電視上面的 傳播 很特別 我不是說我很晚 我是覺得 我自己看我自己 在電視上面 很奇怪的感覺 然後 那時候其實 到現在都是印象深刻 那之後 陸陸續續也有很多的一些 一些學習 那其實都有記錄在我的腦海裡 那我想請問一下 陸陸續你這首歌 你是用什麼心情去唱這首歌 為什麼可以把它唱得這麼的 刻苦的心 首先可能要先讓自己平靜下來 先平靜下來 平靜下來之後 然後 然後 我覺得要先 先進入這個音樂的旋律 然後 然後 先熟悉的這個旋律之後 再 認真投入了 把這首歌唱出來 就可能 因為裡頭 其實就在 是說 每一個男男女女之間的一個感情 那 那 對 不管是好是壞 對 好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是身為一個歌手 那 很多的歌手都自己會 可能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們都還會想再做一些 其他的發展 那我不知道說 有什麼 有什麼樣的發展是你 除了歌手身份之外 也想去做的事情 例如序劇啊 或是 欸 戲劇不錯 那 可能 除了歌手以外 嗯 興趣吧 我的 其他一些興趣 像拍照啊 或是畫畫 都可能是 呃 你想去嘗試 對 對 對 你 好